这是一个逻辑的选择 但是我们不能在这些人的手上 我们必须要有平和平 美国总统川普呼吁支持者保持和平 没想到却遭各大社群媒体 像是Facebook、Twitter封锁社群账号 24小时以及12小时 脸书创办人祖克博甚至放话说 将无限期延长封锁川普的FB和IG账号 直到政权和平转移 不过墨西哥总统站出来 强调无法接受社交媒体对言论的审查 但不光是FB、IG封锁川普账号 社群媒体扩大封杀 Snapchat也宣布暂停川普的发布权限 还有Twitch也表示将禁用川普的频道 YouTube则是发布新的违规祭典政策 7日起将禁止所有继续发布 有关选举舞弊的影片 如果90天内违规三次 频道将被永久删除 国家脉动总编希拉姆卡萨姆 就发推文写道 在人类历史上 国家权利和公司权利 从没有像现在这样 同时被用来消灭一个人的存在 1月6日美国国会认证当天 新唐人媒体集团在场外采访抗议民众 然而这一段超过400万观看次数的直播影片 也遭到YouTube噤声 现在已经被封锁无法播放 网友也在底下留言 只问YouTube 你到底想掩盖什么 也有网友直言 科技巨头是华盛顿沼泽的一部分 超乎任何人的想象 还有网友说 听至审查自由言论 我们应该要能够听到真实的新闻 新唐人也在电视高建伦叶云主整理报道